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干嘛不选唱一句新呢 对吧 一句新歌 长得好 按上海话说就跟修宁清爽 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他作为一个男人是有担当 可能他不是那么的浪漫 做一个比特干尼 但是他是个好男人 这个比什么都成了 长一星肯定不行的 虽然长得帅 但是没有情调 他老婆人聊beat 就对吧 什么东西 他在说什么 你你脚都是女朋友 不是朋友是吧 跟女朋友聊编曲这事算了 一号嘉宾放灯失败 马迪不行 天天喝酒肯定不行的 我不需要女朋友 霍尊吧 霍老师 霍老师吧 一旅上北岩 霍老师 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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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霍尊 霍尊 的男孩子 他看起来比较 证人君子 这是我立足于江湖的 这个 对对对 以德服人 盖哥有老婆了 盖哥结婚了 不行 对 像我这样吧 啊 啊 啊 然后时间还小 请创作一首歌 送给你选择的嘉宾 你给马迪写去吗 我刚也不喝酒了 因为我没有听过 益心唱古风歌 我听过更多的还是他唱 律动感十足的歌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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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的跳 或者是情歌 让我把头掠过 那爱莲说算是国风 连 画着君子也 连 画着君子也 但是他还是在属于律动 律动当中的垫子 爱莲说 顿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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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尊老师吧 霍尊老师吧 我会 我会想给他写一首关于游戏的歌曲 我会想给他写一首关于游戏的歌曲 大概是单身的原因 坙 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